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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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没吃了就带回来了 猪爪 饺子 派人别红柴 带来一些赫往的蒜香肠 从唐山带的茶叶烧饼 什么河北的红薯粉啊 还有自己宰的羊啊 你给我点 从唐山来点 牛肉羊肉都有 给个儿子 这个是家里带的豆油 这个是父母准备的排骨和豆腐 没带多少衣服 基本上全都是吃的 上车之前父母给装好行列 带个苹果 寓意是平常安安 三年没过去过年了 非常开心 我两年没有回家了 就有点不太认识了都 就盖了一些新房子啊什么的 发展也好了一些 前两年一直都没回家 就今年带孩子回了一下 之前孩子也是小 从我工作就没回去过 隔着一百笔就相互跑 然后就幽抱 然后就抱头头哭 两年吧 家里人做好饭来了 见着我第一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幽帽 三年没有回家了 父母抱着我哭啊 就说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 就是当时我刚下火车 是看到我爸妈就是在外面开着车等着我们 因为当时天气也比较冷 挺感动的 在外面开着车等着我们 要陪陪亲戚去买一些年货啊什么的 吃饭喝酒 接着两下 直接就是先到奶奶家 初二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那个姥姥家 姥姥爷跑出来接宝贝对吧 看电影啊看电影剧啊包饺子 就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送我的时候都哭了都 主要还是照顾我宝贝嘛 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也要给他们打电话 多挣点钱 要注意安全 注意身体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别舍不得花钱 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吃 想在新的一个城市里 重新平补 继续好好发展 希望工作上越来越顺利 然后生活上越来越如意 想多挣点钱吧 给老人病情治好吧 新的一年多学点本事 目标的话希望能够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吧 就是搞钱然后结婚 新的一年大家加油 再见 感谢观看 新的一年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